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裡 Satino 郭靖通在這裡 大眼在這裡 今天我們就要說李宇軒 現在在懲教處 受到重點的保護 看來李宇軒 要供出的人和事 遠遠超過我們之前所想像 只會供黎智英出來 李宇軒現在可以形容到 作為這個爆料人 如果萬一有什麼閃失 隨時會影響生命 究竟這件事有什麼新動向 我們稍後為大家說說 再之後的就是 作為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董事局主席唐英年 今天就著M家博物館 去展示艾未未作品一事 出來說話 不過不說油智 一說就把氣火 很多人聽完唐英年的解釋後 生氣得受不了制 現在群情洶湧 究竟唐英年說過什麼說話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再之後的就是 香港電台第三次叫停一個拍好的節目 而這次第三次叫停節目 是要數在新任的廣播處處長李百全上任後 究竟為什麼港台經常要把拍了的節目叫停 浪費公帑呢 我們最後就說說這件事 在節目開始之前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有留意新潮民前幾集節目 其實我們也說過李宇軒 自從回到香港之後 一直拒絕見他的家人 和拒絕見他家人安排的律師 當時我們也猜到李宇軒很明顯就是要轉為污點證人 目的也只有一個 當然是把黎智英、Mark Simon出來 但是昨天又有一些更新 相信大家都看過昨天的報道 現在就說到李宇軒入了小濫 來到單獨囚禁 但是重點就來了 由於小濫那裡屬於保安程度最高的級別 可以說是高度設防之中的高度設防 而且小濫那裡也有一個神秘的組別 那裡專門囚禁一些重大案件的污點證人 大家都會心想不奇怪 涉及黎智英、Mark Simon這些案件 李宇軒也屬於一些重大案件的污點證人 問題就是如果我們再看一些媒體的報道 他就會提到現在李宇軒是由懲教署的總部 所特別挑選的人員去嚴格把守 其他的懲教署職員都不能進入李宇軒 所還押的地方 而且這個所還押的地方有重重的關卡 保安級別是去到最高級別 而負責看守住李宇軒的懲教署人員 全部都要經過嚴格的保安審查 還有李宇軒現在是由俗稱懲教飛虎隊的黑炮部隊 來負責押送他入小濫和負責保護李宇軒 所以跟我們前幾條片講及李宇軒 說到李宇軒只是不見家人和不見家人派來的律師 這個完全是兩個級別的待遇和措施 因為李宇軒現在轉為污點證人 可能他所築出來的人和事 分分鐘是會威脅李宇軒的命 整件事李宇軒涉的東西就非常之大型 也就是可以代表李宇軒可以供出來的人 背後有強大的勢力 而且還可以調動行動組 分分鐘他有工具 如果不是用到這麼高的保安級別去保護李宇軒 如果不知道還以為是要保護張子強和葉繼歡 甚至可能更厲害 有人會說為何李宇軒好像豁出去 現在隨時威脅他的命 他這樣也要供這些人和事出來 會不會只是為了減刑這麼簡單 其實我們之前的新潮民也說過 李宇軒轉為污點證人都是主要為了減刑 但是現在我們有新的看法 我們新潮民就覺得 李宇軒除了為了減刑之外 其實他這麼有決心要供一個這麼龐大的組織出來 很有可能就是李宇軒在著草的時候 去到公海是有人想割了他 那時候我們也說過了 中國海警分分鐘是救了李宇軒這群人一命 現在這個說法一點都不誇張 原來和李宇軒涉及的人是會有工具 要不然也不用用到這麼高的保安級別去保護李宇軒 所以李宇軒如果他們這群人出到公海 有人想割他們但是割不成 但最後李宇軒是知道這件事 這時候李宇軒是一定想報復的 就正如有些電影情節 可能大家都看過了 我為你出生入死這麼久 現在一個屈未實 你來對我 好 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 我決定把你的壞事全部供出來 其實心態就是這樣 否則你不會冒著自己的生命的風險 你也去供一個這麼龐大的組織出來 還要有工具 可能有些觀眾 不是很清楚其實李宇軒在整個搞事組織裡面 他是屬於什麼級數的人 其實如果大家清楚的話 就知道為什麼李宇軒掌握了這麼多情報 是涉及這麼多人物和組織 其實李宇軒在整個搞事組織裡面 他是屬於一個中層的階層 也就是李宇軒會聯絡和接觸到搞事組織裡面的金主 或者是一些外國勢力的金主 外國勢力所策劃出來的人 接著他也會接觸到一些接觸這些任務的本地香港人 以及一些香港的主要策劃人 還有李宇軒這個中層職位 也可以接觸到一些在本地負責接了job之後派出去工作的人 也就是那些行動組最前線的人 正正是因為李宇軒處於這個中油的積極分子 他所知道和所涉及的東西是非常廣泛的 如果李宇軒玩個大踢爆的話 分分鐘是可以將整條線攻出來的 所以為什麼有人想李宇軒人間蒸發呢 就是這個原因 之前我們只是推測到 他可能只是供Mark Simon 黎智英 甚至乎是攬炒派的議員和區議員 但是慢慢都想不到 經過這樣的保安級別保護的李宇軒 原來涉及的東西遠遠不止這些人 除了李宇軒的身份和他所知的東西 還有他能夠供出來的人特殊之外 我相信李宇軒也要為他的餘生作出這個準備 就是我現在轉為烏點證人 我若然有幸減營的時候 我坐完出來 我還有留長的人生要過 萬一我出來之後才被人追債 那我怎麼辦呢 所以他需要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叫做證人保護計劃 什麼叫證人保護計劃呢 就是我如果轉為烏點證人之後 我能不能夠在這個政府的保護之下 重獲新生 起碼可以肯定我餘生是安全的 但是要做到這件事 不是你自己的力量可以做得到 你需要有政府的協助 去給你一個新的身份和新的環境重彈來過 香港這邊怎樣做事呢 我們是不在其位 也沒有那種資格去批評 就算我們道聽同說 知道也不可以說 我們不如以美國做一個對比 美國有證人保護計劃 叫WITSAC 即是Witness安全保護計劃 這個計劃是1970年創立的 主要是打擊有組織的犯法行為 總之是團體組織的犯法行為 當時大家最清楚 要打擊一些大家看意大利教父電影的組織 還有那些川普的粉絲 那些K字頭的組織 因為那些都算是有組織的犯法行為之一 當你跌入了這個保護計劃裡面 究竟你的現在和將來是怎樣 我們進行一次 來預測一下李宇軒的現在和未來會有什麼滋養 首先他要看的事情就是 你知道的事情 夠不夠料 夠不夠用途 那李宇軒很明顯就過了 他夠重要 他知道的事情 如果言無不知的話 是會對這個龐大的組織 造成一個很深的打擊 即是他夠了加入你的program 因為政府花很多錢在你身上 另外就是他看你的心理質素 究竟是否清醒 要找很多心理學家來對你進行這個評估 你會不會這一刻清醒 但是下一刻不清醒 你的心理質素 會不會有一點點 我們叫做自我傷害的傾向 令到你可能在這個漫長的過程裡面會脫掉 還有看你的健康報告 藥物紀錄 看你身心都可不可以carry這個process carry這個過程 那若然可以的話 即是很明顯李宇軒也可以了 然後你就正式進入這個保護證人計劃裡面 恭喜你 那進入這個計劃裡面 第一時間就是把你人生的所有記錄交出來 李宇軒的情況比較特別 因為他已經是在籌 若然你不是在籌的話 你在外面的話 你應該就有幾個小時時間 讓你去收拾東西 你有一些十多行李箱可以被收拾 以及12、3個鐘頭的時間 你收拾的所有東西 都不可以有任何證明你過去的身份資料 你的ID卡 你的身份證 你的車牌 外國他們的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就是那些康部 和蠔碼 這些全都要交出來 那從初初你 масс券自己出門 他們就會安排一個我們叫黑箱車 即是車是全黑 玻璃也是全黑 不單是外面的人看不到你 你也看不到外面 你去哪裡 你是自己都不會知道的 一個黑車來接送你和你的家人 後期當你進入這個程序 因為你剛剛進入這個程序 他也要對你進行一系列的評估和一系列的審核 若然你都過了 你之後的出入就會化身為很多身份 例如有時候坐遊差的車 有時候坐漁船 有時候還要坐直升機去出入 主要是去審訊的地方 在剛剛進入這個保護計劃和審訊的過程中 若然你是合作的話 他就會越來越派一些東西給你 例如他會給你一些新的出生指令 新的身份證明 還有 開始給你選擇自己喜歡的名字 李宇軒想表明自己 我愛國的了 我不會再搞事了 想改一個愛國的名字 例如李宇軒改自己做 李小龍行不行 是不行的 你不能改這麼敏感的名字 你最多只要改一些地道普普通通的名字 最好連姓都要改 可能姓就不能保留了 而在外國的慣例 如果你的姓是英文字母L行頭的話 你可能可以改一些L行頭的姓 即是李宇軒可以改姓梁 叫梁宇軒也可以 根據外國慣例 可能就是這樣 因為有時候你可以保留你的名字 只是改你的姓 但我相信如果做中文的話 你明明叫李宇軒改做梁宇軒 阿水也認得是你啦 所以我可能來到中國人社會 中文世界這邊 可能情況都會不同 那麼他們在這個審訊期間 案件的進行期間 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他們住在哪裡呢 他們由這個黑箱車就會送他們去一個 好像城堡一樣的東西 首先他們住在一間屋裡面 而這間屋是沒有辦法隨便出入 也不知道外界是怎樣的 就算他有得在窗口看出去 也不會看到什麼 因為那個是整個區域 這個整個區域就彷彿好像那些大型的監倉 外面是有圍簾 對吧 圍牆 圍住區域 只不過你的待遇 就不是住在一個倉裡 住在一個屋裡 就更好那些 你任何 ajuda生活都持有專人照顧 你不得和外界接觸 整個過程會有大量的醫生及心理專家來評估 你究竟合不適合 和你有否變戰 你和外界的書信 例如你寫信 或者打電話 都會經過一個部門去做這個screening 而如果你有什麼急事 也會有24小時的緊急call 去聯絡這個部門 讓他們去作出處理 當然你不是隨便經過部門 想聯絡誰都可以 你只能夠聯絡你相信的家人 第一就是他們的部門都要覺得那個人是可信 和你的關係密切 最主要一定要是家人 但是李宇軒的情況特別一點 因為現在他的家人都是不可信的 所以我相信他沒有什麼人可以聯絡得到 還有有趣的地方就是這個城堡 裡面運的所有人都是投入了這個政人保護計劃裡面 這個城堡裡面所有水電設備 都是長時間有專人去檢視的 就因為怕裡面有任何外界的犯法分子 用任何不同的方式去接觸到你 或者害得到你 而這個城堡也有受過高度訓練的特別行動組來把守 就好像香港的這個懲教的俗稱黑炮的區域應面對 現在對照之下 各種規格都好像李宇軒 所以我絕對深信 李宇軒是需要政府的協助 給他一個之後的新生活 新的身份 我們對香港的安排有沒有類似的 香港我們有一個保護證人組 而這個保護證人組的確是有一些善後的安排 例如說事情過了之後 他會保送你移居離開你的出生地 或者甚至移居到國外的 都有這些服務 但好像李宇軒的情況 這麼高級別的黑炮部隊 來把守和押送 還有有可能要善後 要給他一個新的身份 來重生的話 好像這樣的情況 在香港真是少之有少 例如說保護證人組 比較出名曾經保護過的人 就是遠在他們開這個部門之前 第一個 就是當年張子強 在這個機場那裡 掃了一億幾千萬 他掃了一億幾千萬 當中有個保安員 就是這件案裡面的証人 他就是這個保護證人組的特別照顧 但好像李宇軒一樣 他自己已經是在囚人士 還有他手握了這麼多證據 還有他這次牽涉到的 可能不僅是香港國安那麼簡單 可能甚至是外國的犯法搞事政治組織 他牽連的東西是很廣的 而他得罪的人也不惹小 不僅是犯法集團 搶錢集團 那些普通武力那麼簡單 可能是國際級的武力 所以我相信在這樣的情況下才會動用到 這麼高級別的防衛措施 可以看守李宇軒的出出入入 根據外國的情況 若然你成功 而外國的紀錄也往往有八九成 就是指證得到這些犯法組織和裡面的頭目的時候 你這麼合作 他們就保你一個新的生活 外國的關係就是給你一個新的記錄 新的出生 新的故鄉 甚至幫你編寫你新的學歷和工作背景 而這些工作背景 你聯絡那個公司查是真的存在的 真的在那裡做過事 表示他們有很多有關係的組織都會配合 不知道李宇軒之後會不會這樣 但是若然我們香港真的成功幫到他移居 或者移居到外國有一個新的生活的時候 意思就是有可能經過這次之後 我們再難聽到李宇軒這個人在新聞上出現 也再難看見他 甚至李宇軒的家人 或者他英國的妹妹都不需要再跟隨他的行蹤 不過前提是要他先坐完 看他的情況也要很久坐 而我相信他坐的過程 其實也不會被他接觸到一般的囚犯 和一般的懲教人員 我相信他日後要為他的搞事行為負責的 這麼多年的年期 相信都會是一個很漫長而孤獨的酬金 而儘量少一些閒閘人等 可以和他有來往交流甚至去探訪 那經過這個新聞之後 大家認識到一個部隊 就叫做懲教的黑豹部隊 它全名就是懲教區域應變隊 就是2016年成立的 他們長期主要註冊在九龍的荔枝閣 香港的赤柱和大嶼山的石壁 他們據稱能夠在一個小時之內 無論香港的懲教系統哪裏出事 哪裏有搞事 都可以在一個小時內空閣去平亂 除了平亂之外 他們也要負責壓送一些高危險程度 高風險的犯 例如李宇軒 很明顯他自己不是很危險 但他是一個高風險人士 懲教署裡的黑豹部隊絕對是百里挑一 首先你要完成了基本的戰術體能 壓返的技術測試 用工具的能力和心理評估 這樣的時候你才有基本的條件 進入訓練營 而進入訓練營裡 就要經過為期十一個星期的訓練 當中在訓練的時候 也會不斷地淘汰人 由於他的訓練模式非常嚴格 所以有很多人都受不了 就好像飛虎隊和機場特徑一樣 那個淘汰率是非常高的 出來的黑豹部隊 個個都是精英 身手非常了得 因此這些黑豹部隊 個個都能夠接受一個高風險的工作 而且他們的工具就越來越完善 就在19年搞事事件之後 由於有很多潛在搞事分子都入去坐牢 所以裝備一些胡椒球工具、盾牌 這些裝備之外 其實黑豹部隊也會裝備一些真工具 如果不是 就怎樣叫做懲教飛虎隊 那黑豹部隊有什麼真工具 隨著他們的任務日益繁重 本身只是裝備一支點三八 到現在他們就要裝備一些重型工具 例如一些MP5、M4 這些常見在特種部隊或特種警察的重型工具 他們也都有裝備 而且他們這支黑豹部隊也跟飛虎隊一樣 必要時會由飛行服務隊的直升機 載著他們去到事發地點 游繩空降 去到平亂 而香港懲教這幫黑豹部隊的專業程度 就看他們的比賽名次可以看到 2019年有一個亞洲監獄搞事應對挑戰賽 我就化名了一點 以免Youtube敏感 而在這個挑戰賽裡 我們香港的部隊得到冠軍 而同樣的應對挑戰賽 世界性的舞台來說 我們得到貴軍 所以我們香港的黑豹部隊專業程度 在世界上是享負盛名 我們把鏡頭回到李宇軒 用這麼專業和高級別的人馬來守護他 可見李宇軒背後背著一個很龐大的責任 觀眾們相信你心裡都會這樣想 就是李宇軒之前收了很多捐款 現在又聽新潮民所說 有可能坐完十年八年後 坐完出去之後又有新生命 又有新生活 之前有一筆捐款 那他人生很和美 其實就不是的 這些捐款就碰那個死的那個 然後他如果用一個新的生命 和新的人生 來重啟他的生活的話 他的身份已經無法銜接他之前的這筆捐款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他如下下來 就算他出得回去 過到一個正常生活 都是一個很基本的生活 就算他出去 都會很悔恨當初 後悔他這幾年做的事情 講到這裡 很多網友就會說 整件事有沒有這麼誇張 其實一點都不誇張 如果大家相信香港的搞事事件 是有外國勢力拆動的話 出動那麼多人去保護爆料的李宇軒 整件事就變得合理了 至於我們新潮民 就非常之覺得李宇軒 坐完十年八年之後 極有可能會回到內地 去展開他的生生活 不過當然 我們這個推測一切都言之上早 反而我們最關注的就是 李宇軒究竟會爆出什麼大料出來 當中涉及多少外國勢力 而且有沒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本地勢力 也會被爆出來 我相信大家對這個部分是比較期待的 但是到了這一刻 我們都猜不到 有什麼人 有什麼組織 將會被公出 如果不是 又需要李宇軒出來說 所以我們繼續 在李宇軒這件事件上 繼續剝花生 我相信李宇軒 是不會令大家失望的 我們先講講下一件事 希望李宇軒不要令香港市民失望 但是有位仁兄 昨天出來說話 說完就令到很多香港市民都很失望 這位仁兄是誰 這位就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 唐英年先生 人稱唐堂的他 平時都給人一種文質奔奔 學觀中西的形象 最近這個M加博物館 他的收藏品令到各位市民很關注 因為當中涉及一些 可能會違反國安法的內容 所以也曾經有立法會議員 對這個M加博物館的收藏品 充滿疑問 而在昨天唐堂出來說話的時候 我想他原本是想解釋他們為何會收藏這件事 但是當他說完 大部分有血性的香港人都說一聲 因為動用了香港政府的1.7億公帑 買回來的收藏品 竟然是不打算剪出的 當然你不剪出也是一件好事 因為裡面的所謂那些藝術品 毫無藝術的觀賞角度 而且這批藝術品的作家 大家都知道是誰 就是一位著名的反華人士 艾美美 他在坊間還有一個花名 叫臭美美 所以有人就說到 這個M加博物館 是不是想和他臭美相投 但是最令人氣氣的是 你用1.7億的公帑 買了一隻垃圾回來 但是你買的時候 已經想著完全不會剪出 那你買回來做什麼 難道真的收藏嗎 難道你們董事局的人員 每個人都當了這個M加博物館 是M加迷你倉 那堂堂出席這個記者訪問的時候 他就口口聲聲說到 如果有任何作品是違法 一定會依法處理 但是違不違法呢 我們新潮民這裡說不定 就留下一些法律的專業人士去說 但是很肯定的就是這批作品 已經傷害了我們中國人的感情 我不算他的作者本身是一位反華人士 他本身作品裡的意識 已經有辱華成份 就算沒有違法國安法 也是傷害了人民的感情 那堂堂你自己也是一個中國人 身為一個曾經 香港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 在這個民族大義上 都應該有認知 所以很多市民都想不到 堂堂竟然會覺得沒有問題 而在這次這件事上 不止是對藝術品的評審有問題 其實連西九文化局的管理局裡 都是有問題 因為管理局裡的決策者 有很多都是洋人 而這些洋人 對我們中國文化 對我們香港文化 究竟有多少的了解 而他們又長期主導這個管理局 居民連他們開會去討論我們中國的文物 他們都是用英文的 而且在這個西九文化區的董事局裡面 有24名的成員 只有兩名是跟藝術有關係的 是不包括堂堂的 因為堂堂一直以來 在政府出任很多的公職 都是跟藝術無關的 西九文化局 任命這麼多洋人去做決策 而這個團隊涉及的文化範圍有很多 例如包括我們的中國戲曲 在中國戲曲的這個領域上 如果你不懂得中文 你不知曉我們的中國文化 那你怎樣去管理得好呢 所以這方面曾經令到百和會館 汪亞姐非常不滿 因為汪亞姐說到 這個戲曲是百分之百我們中國的藝術 而管理局裡面的藝術總監 方昂女士 她是一位外籍人士 而且又是不懂得中文的 那她怎樣可以 好好跟戲曲領域的人士溝通呢 而且從她的背景資料裡面 而且從她的背景資料裡面 也未能夠顯示 她對我們中國的傳統戲曲有了解 所以 之前身在環店拍戲的嘉英哥 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她也表達到 戲曲是我們中國傳統藝術的一部分 所以適宜用回我們香港本地 對戲曲有了解的人士出任的職位 而且除了戲曲之外 我們又回到這個美術層面的問題 中國美術家協會的會員 林明江曾經去信過政府 她對政府表示過 西九文化區的管理局 現在的情況非常令人擔憂 因為他們是用外行人去領導內行人 所以外行人對行內的情況非常一知半解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衍生出有M加博物館 買了一些劣質的照片 充當藝術品的事情出現 而我們新潮民 也要認真地去M加博物館的網頁 看過那批艾薇薇的作品 而她這麼大小的作品裡面 除了有幾樣作品 是一個裝置的藝術 或者不稱得上是藝術 因為是一個很簡單的裝置 其他大部分 絕大部分 超過八成 都是一些黑白的照片 而這些照片 我認為不太適合 給那些十八歲以下的人士觀看 因為照片裡面的人物 有很多 無論是藍藍類類也好 都二三藍流 而且意識極其不良 還有全無美感可言 那些照片 所以要稱這些東西為藝術品 真的要掩著很大的良心 才能說得出 而且唐堂 昨天有一位記者的時候也說到 她說這批所謂的藝術品 是希克先生 在中國找回來的 所以也屬於中國的物品 所以很應該在海外買回來 唐堂這份愛國的心意 我們心靈了 而且有一個很好的建議 我也想給唐堂 我覺得唐堂理解動物園會比較適合 那你可以去外國 將一些從我們中國走出去的 鷹犬走狗 買他們回來 就放在動物園裡面 給人觀賞 到時候了 就不會有人說你了 最後一件事 就是港台的節目 又被停播了 這次就是自從新任的廣播處處長李百全 上任以來第三次叫停節目 而這次被叫停的節目就是 亨槍集他們說到要探討一下受資助的大學生學會 斷樁的情況 嘩 說得多好聽 實質就是去訪問他們那些中大索野學生會 大家都知道是哪個學生會 大家一看就知道這個作品很明顯是說到索野身為一個受害者 就說到現在我們的大學是沒有學術自由 也沒有人權、沒有言論自由 大家都猜到 但是重點我就不放在這個節目上面 重點就是這次已經是第三次叫停節目 即使是新任的廣播處處長李百全上任 以及港台的管理層已經換人了 都發生這樣的情況 很明顯現在就是港台裡面的高層 他們是決心改革港台 但是很明顯這班港台的中下層員工 基本上已經是沒得救了 其實他們拍攝的內容 和之前港台拍攝的節目內容是完全一樣的 只不過他們現在是用一個公帑來測試管理層的漏洞 或者是底線 他們這些中下層的港台員工 基本上是沒有成本去做這件事 反正拍攝的節目不合格 最多就不播 錢又不是我自己的員工出的 是一些公帑來的 說不定 其中一個踩線節目出到街 而且我們也可以不斷去試管理層的底線 可能有些節目裡面的意識都是不良的 但是我們起碼試管理層 他最盡接受到哪一個部分 而且可以就管理層的底線去調教我們的角度 去說我們黃人想說的話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市民就絕對不容許你用公帑 就去做這些行為 去表達你們的黃人思想 所以我們之前也說過 為什麼我們索性港台撿了它 重新離開 都不願意接受改革港台的方案 原因就是這個 根本你就控制不到你們中下層的前線員工所做的行為 你們是不斷浪費公帑去做些無謂的事情 如果你們港台的中下層員工 是這麼想表達自己的意願 請你出去私人公司 或者加入讀果、立場新聞這些地方做事 給自己一點點骨氣 就不要像乞丐一樣 又要吃我們的公帑 又要反我們的政府 還有我們也在促請 所有的立法會議員 請大家快點動議 叫停港台這個機構 因為從這麼多的事件裡 我們市民已經給了很多次機會港台 這個港台是完全沒有存在的意義 在我們心目中 我們已經不想再看任何改革 再滑溜歲月下去 不如就把這個港台收拾 重新請一批人回來 去接手 改個新名 一切從頭來過 我相信 無論香港市民也好 現在港台的高級管理層想改革也好 對大家來說都舒服一點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臨結束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Facebook專頁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